大修寸地區擁抱春天 春節聯歡晚會 現在正式開始 首先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 有請今晚到場的貴賓 Let's welcome tonight's distinguished guests 邀請 I think our guests are taking their time 讓我們再來熱烈的掌聲 有請他們好不好 It's all worth waiting for the best 有請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範宇欣博士來為我們介紹今晚到場的所有貴賓 Please welcome the president of Chinese Civic Center Dr.Fan Yuenchen to introduce the guests 尊敬的各位來賓 女士們先生們大家晚上好 首先請容許介紹今天到場的嘉賓 Ladies and gentlemen, good evening It's my great honor to introduce tonight's distinguished guests 中華民共和國 駐休斯頓總領館李喬明大使夫人 曾孔雁女士 我再開一下 Mrs.曾孔雁 Madame of Ambassador 李喬明 Consult General of China to Houston 中華民共和國 中華民共和國駐休斯頓副總領事 劉鴻梅女士 Mrs.劉鴻梅 Depty Consul General of China to Houston 以及總領館各部門 領事官員 Other Consul Officers of the Consulate General of China to Houston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會主席 金明博士 Chinese City Center Board Chairman Dr. 金明 2018拥抱春天 春節聯盟晚會主席,楊德勤博士 2018拥抱春天 春節聯盟晚會主席,楊德勤博士 2018拥抱春天 春節聯盟晚會主席,陳希勤女士 2018拥抱 김 Gamlai Ho Deputy Chair,Mrs.陳希勤 Harris County大法官张宏华女士 The Honorable Harris County Judge Teresa Chan 国会议员阿国人代表谭秋勤女士 她在台下 The Honorable Congressman阿国人代表谭秋勤 国会议员Peter Austin代表张晶晶女士 她也在台下 The Honorable Congressman Peter Austin The Honorable Congressman Mrs.张晶晶 圣诺一家医院咨询管理银行公司创始人 董事长蔡强先生 President and Founder of St. Lucia Consulting Mrs.蔡强 今天道场嘉宾还有休斯顿 桥杰各社长会长 各领域的企业家 各个演艺团队的领导 和各信号媒体的负责人 衷心感谢你们的光临 And the other distinguished guests from different sectors in Great Houston Women welcome to our field 谢谢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有请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休斯顿总领馆 刘洪梅副总领事 来为我们致新春贺词 Please welcome Deputy Consul General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Houston Madame Liu Formei to give us her remarks 各位侨报 各位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晚上好 在2018年春节到来之际 我们大苏斯顿地区的华人华侨 在此欢聚在拥抱春天的剧场 喜迎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中国驻苏斯顿总领馆 向大苏斯顿地区华人华侨 留学生 中资机构的人员和各界朋友们 致以最美好的节日祝福 祝大家新春快乐 在中国内地 老百姓过春节 大年三十个电视春晚 是不可或缺的内容 对我们大苏斯顿地区的华人华侨来说 拥抱春天春晚 以及各个社团举行的其他春节军会 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通过举办和参与这些春节活动 我们能够对过去一年 有一个中国式的完美奏结 对来年寄予美好的祝愿 对太平洋两岸的中美两国来言 刚刚过去的2017年 是不平凡的一年 在中国 中共十九大使用了中国 未来发展的总体方针和行动纲领 宣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了新时代 在中美之间 两国元首年内实现了互法 达成了多方面的共识 对推动新时代中美关系健康稳定 向前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与美国南部各州的交往交流 也在不断的深入和发展 休斯顿市长特纳先生 年内也实现了访华 休斯顿对华交流合作 将进一步向前推进 在辞旧迎新之际 我提议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最伟大的足迹国的发展进入 对中美友好的光明前景 表达我们由衷的祝福 乔邦们 2017年哈维飓就在过程中 我们休斯顿华人社区 涌现出了很多爱心人士 各华人社团 包括主办今晚晚会的 中国人活动中心 华助中心 都为社区重建 无私地奉献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国家乔务部门和总领馆 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持 这一年 各华人社团还在促进 中美地方交流与合作方面 做了很多工作 大休斯顿华人社区一年来的发展充分地说明了 广大乔包团结起来的力量是强大的 是祖籍国强大和复兴的重要知识力量 同时祖籍国也永远是海外乔包最坚实的依靠 乔包们新的一年总是让人充满了希望 总领馆期待大休斯顿地区广大乔包继续发扬爱国爱乡 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 努力当好中美友好的金丝带 中国创新发展的参与者 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年薪桥 不仅在个人事业上实现更好的发展 也为社区的发展和祖籍国的发展 添赚加华多做贡献 祖民馆也会继续支持华人社区的发展 努力为广大乔包做好服务 在此我要借此机会 再次祝愿各位乔包新年吉祥如意 事业兴隆 合家幸福 同时也预祝我们今晚的晚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刘峰梅副总理事 带来领馆和祖国的问候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人活动中心 董事长靖敏博士来为我们致辞 Please welcome Chinese Civic Center Chairman Dr. James Jane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祝休斯顿总领馆刘峰梅 副总领馆刘峰 尊敬的张文化大法官 尊敬的各位来宾 乔令及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首先请领导我代表中国人活动中心 华主中心向你们的到来表示 由衷的吸引和热烈的欢迎 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 我们在这里欢迎一堂用达休斯顿地区各演艺团体共同打造的第六届 拥抱春天文艺晚会庆祝中华民族的传统家 即春节 今年的拥抱春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驻休斯顿总领馆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国务院朝办 各大社团及演艺团体的大力支持下 在由中国人活动中心董事会 市委会成员 以及他演艺团体领导组成的晚会主委会的心情楼位下 一切已经准备就绪 在这里我要衷心感谢总领馆 国小办和36个协助单位的大力支持 我要感谢中心董事会支会成员的不死贡献和巨大付出 我还要感谢这次晚会主席杨德鲜先生和副主席 陈希军女士及拥抱春天晚会座委会的每一个成员 尤其是总导演地下廷老师 艺术总监高小会老师及舞台总监蔡一博士 同时我要感谢为这台晚会无私奉献的一共朋友们 广大的赞助商和热心报道的媒体朋友们 最后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半自无益和家幸福 心想自成健康平安 又祝晚宴成功 谢谢大家 我们知道一台成功的晚会离不开无数义工的努力 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接下来有请到的是 我们2018年拥抱春天春节联欢晚会的主席 杨德鲜博士来为我们致辞掌声欢迎 Let's move on to 2018 in Great Spring Gala Show Chairman Dr.杨德鲜 尊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处秀尊总领事馆 副总领事 刘宏梅女士 尊敬的中国人民活动中心 董事长 金敏董事长 范玉新执行长 尊敬的Hers County大法官张文华女士 尊敬的赞助商 盛诺一家冠名赞助商 蔡强董事长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很高兴于大家一起观看演出 来共同欢迎这个新春佳节 我代表组委会晚会所有工作人员和演员 给大家拜演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心理健康 事业兴旺 合家欢乐 心向事成 自古以来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 最隆重秀入的一个传统节日 我们民间呢 都通常就要以包饺子啊 这些吃年饭 看戏 这些类似穿新衣 穿亲戚这些方式的工作 我们现在呢 这个拥抱春天的这个晚会呢 就是为了这个欢迎这个新春佳节 专门来设计的一个庆祝活动 大型庆祝活动 这个活动呢 有中国人活动中心 华筑中心主办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总领馆 国桥拜 还有休斯敦各大社团 还有同乡会 共同协办 这个晚会呢 我们最开始从2004年开始的 开始叫欢欢喜喜大团圆 在2013年的时候 改名为拥抱春天 今年是拥抱春天的第六个年头 这个晚会 参加的演员呢 有 今天的晚会参加的演员 有200多位 主要是本地的演员 还有从 有两位什么国内赶来的 还有从达拉斯赶来的演员 我们这些节目呢 都是通过公开报名 经过左右筛选 然后这样的平等的 本着平等透明的原则选出来的 优秀的节目 让优秀的艺术外国者 都有一个施展的机会 我们海外华侨呢 在海外创业不容易 每个人的工作都很忙 但是呢 在忙地区呢 有很多人对艺术有充满了 很深的爱好 随说这里头有一些节目呢 是业余的 但是很有专业水平 这充分展示了 华人华侨对生活的热爱 艺术的追求与付出 并具有忧郁的才华和智慧 另外这些晚会呢 是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 增加了我们 华人华侨在海的迎聚力 晚会的组委会 在我们中心董事会董事长 晋敏博士和范雨昕执行党的带领下 以技嘉宾总导演 高晓慧业总监为首 对晚会呢 进行了精神的构色和设计 我们深表感谢 我们也深深感谢 舞台主以蔡毅博士为说的 所有工作人员的心心付出 尤其是圣诺一家的冠军赞助 及其他赞助商的慷慨的赞助 感谢各个社团 同乡会大力的来调支持 感谢中心所有职位董事的巨大的付出 感谢新闻媒体界朋友们的 对晚会的大力宣传报道 感谢所有参加晚会的义工们 我们曾经在忙的时候 大家也许没有时间来娱乐 但是现在过年了 我们大家应该轻松一下 我们让歌声 换起对人生美好的相往 让我们的心弦随着歌声 随着歌声飘扬 让我们的私契随着歌声飘扬 让我们的泪水显在琴城流淌 让我们的笑声随在雨中荡漾 尽情地欣赏 拥抱冲天 思路奇梦晚会 万花赶向许东珠 一枚独仙天下去 一席千人来聚会 敬叹奇梦 荣春花 谢谢大家 让我们把最热的掌声 献给杨德金主席 谢谢他 接下来我请荷尔思俊大法官 张文华大法官 来为我们的致辞 真敬的李大使夫人 真敬的刘宏梅副总领事 中国人活动中心 季敏主席 范玉新执行长 这次拥抱春天的主席 杨德金博士 跟陈希勤副主席 还有我们的赞助商 蔡强董事长 及各位贵宾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晚上好 我在这里 要跟大家办的早年 再来的就是狗年 希望大家狗年行大狱 我今天也不多说 因为我知道大家非常期待 接着下来的非常精彩的 拥抱春天 我们大家都说是美南春晚的表演 包含了这个表演的筹备的演出 集聚了许多人 在中国人活动中心的领导之下 我们季敏主席跟范玉新执行长的领导之下 集我们的杨德青主席跟陈希勤副主席的一些筹备 跟所有许多许多的义工 跟表演者 将来我们相信 将来有非常精彩的表演 那么我代表了 我代表了Harris County的 郡长Ed Emmett 特别带来一个包养状 给我们的杨特青主席 来代表我们哈瑞县 对这个有报春天 这个幕后工作者 跟所有大家都期待 这些表演者的 这些一些辛苦的筹备 今天来给大家一个 非常精彩的表演 我们能够享受一个迎接我们春节的 一个非常开开心心的团圆 跟精彩的表演 所以我要把这个 我们Certificate of Recognition 送给我们的杨主席杨博士 那么在我送之前 接着我要敬祝大家 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 家庭和乐 事业如意 裁员混混 事事如意 谢谢 好 非常感谢张文化法官 带来的贺涵 谢谢 下面我们有请 本届春节联欢晚会的冠名赞助商 胜诺一家 医院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创始人董事长 蔡强先生 来为我们称词 without him tonight's show would not be possible please join me and welcome the president and founder of tonight's title sponsor St. Lucia Consulting Mr.蔡强 我知道大家都想看节目了 不是想看我的节目 所以我尽量的快 我们同事国准备了正后的讲稿 我如果讲完估计要到今天晚上12点 所以尊敬的刘弧梅总领事 尊敬的中国人活动中心 华人工修士顿互助中心的频道 尊敬的各位侨领 侨胞 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是胜诺一家的创始人蔡强 大家可能不知道胜诺一家 但大家一定知道 MD安森癌症重心 我们是MD安森癌症重心 目前在全中国的唯一的签约合作机构 我们目前也是MD癌症重心 目前在全球最大的患者转转 我是2001年移民到澳洲 所以我也是华侨 然后2009年回国创业 然后成立送了一家 所以送了一家是中国最早的从事海外医疗的机构 中国所有的媒体对这个行业最早的报道 在2013年 然后我们当时第一年只有两位患者 第二年只有七位患者 所以在2012年的手术 是我最绝望的时候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的艰难 一直到2014年我们得到洪三的投资 然后翻译到现在 在2011年的时候 我想我们能不能够用十年的时间能挽救一千条人命 因为在当时我们一年只有两个病的时候 这个目标看起来是那么的难以实现 但是非常幸运的是在2017年我们已经转成了患者将近一千人 所以我们在北上广深在美国休斯顿波士顿等等全部的我们的客户服务机构 就是我们全力的为患者提供服务 而且为重症患者提供服务 所以我们的很多患者在休斯顿 也得到了各位同胞的支持帮助 所以在此非常感谢大家 所以也祝今天的演出圆满成功 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 谢谢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圣诺一家 同时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所有的贵宾 谢谢他们为我们带来的新春祝乐 有请我们的嘉宾回到座位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精彩的文艺演出 and now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欢迎订阅